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时隔九个月之后 中美经贸领域对话有了新进展 在5月27日 中国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发言人高峰回应记者问询时表示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国 有利于美国 有利于整个世界 双方应共同努力创造氛围和条件 推动协议落实 当地时间5月7日 美国玉米现货价格上涨 原因是中国大笔买入美国玉米 提振美国玉米出口前景 美国农业部在5月18日又证实 当天136万吨美国玉米已出售给中国 将在9月1日开始的2021年度至2022年度交货 据悉 截至5月18日 中国已预定至少820万吨的美国玉米 而且贸易消息人士暗示 短期内可能会有更多销售 此外 就在北京时间5月27日上午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首度通话 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 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 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 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这是继2020年8月25日之后 中美经贸领域牵头人的首次通话 这也是拜登政府就职以来 中美经贸领域的首次高层级沟通 沟通恢复传递出什么信息 一方面 是经贸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作用依然重要 眼下 中美关系遭遇了两国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中美不同领域的高层次交流因而迟滞乃至于停顿 经贸领域也不例外 不过 需要冷静看待的是 即使是在美方大肆对华抹黑打压 挑唆民意 导致中美关系加速恶化裂点 跌至历史低点的时候 经贸合作依然是中美之间相对稳定的领域 对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保证中美关系不出轨 不越红线十分重要 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1年一季度中美贸易高速增长 其中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62.7% 自美进口增长57.9% 能源 农产品 汽车及零件等进口都快速增长 三月份当月 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41.6% 自美进口增长61.8% 进口进一步加快 这背后虽然有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的因素 更主要的是中美两国经济都在较快恢复 双方经济结构 贸易结构高度互补 合作潜力巨大 消息稿中使用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 交换意见等措辞颇具深意 坦诚说明双方都不回避问题 并就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 务实表明在坦诚的基础上 寻找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建设性意味着双方都在朝前看 推动问题解决 因此 中方的新闻稿提及 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 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对外表态称 讨论美中贸易关系的重要性 中美各自的措辞在表达方向上是一致的 表明双方在经贸仍是中美关系压仓时 这个问题上具有高度共识 实际上 中美双方经贸领域的交流 去年以来成为中美关系中为数不多的沟通平台 即使是充满纷争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也凸显出许多意外的作用 协议签署本是为解决中美经贸摩擦 但在疫情爆发 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之后 却成为稳定中美关系 维系中美联系的纽带 发挥了重要的拖底作用 纽约时报在去年8月的一篇报道中也不得不承认 贸易争端曾使美中关系紧张 但现在 两国在1月签署的经贸协议 却似乎是美中关系中最牢固的部分 另一方面 中美之间的分歧仍有不少 突破眼下的局面需要更深入的沟通 今年2月4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讲话 阐述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 与上一届政府相比 尽管在谈到对华关系时 依旧存在傲慢与偏见 但也有些微妙的变化 美亦做好准备 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 与中方合作 眼下 人们对中美关系前景抱有不小的忧虑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 面临的形势前所未有 双方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但存在不少分歧和摩擦 甚至美国国内还有一股势力在极力推动中美脱钩 突破眼下的局面 中美之间需要对彼此实力和意图有更深刻的认识 需要根据新形势形成更优化的相处方式 这是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可以明确的是 用沟通对话解决问题 朝着合作的方向走 是解决分歧成本最小的一种方式 很多年前 中美之间吵过架叫过劲 一度激烈对抗过 在除了合作之外的所有相处方式都尝试过之后 中美最终选择了求同存异的合作道路 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绝不是一句空话 有分歧 但不回避分歧 公开表达 有矛盾 但不忽视共同利益 求同存异 中美经贸协议的达成 已经给中美其他领域的分歧管控开了个好头 朝着合作的方向走 利益的蛋糕自然会越做越大 这有利于中国 有利于美国 有利于世界 另外 还有两处细节值得琢磨 一个是通话时间 中方消息 最早是商务部网站 于北京时间5月27日9时35分发出 而USTR新闻官则于美国时间26日晚上10点15分 北京时间27日上午10点15分 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消息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双方释放消息的时间基本同步 也是新闻稿中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某种体现 另一个 在这次通话中 双方并没有提及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通话后 对媒体谈到第一阶段协议时 给出比较模糊的回应 让我们把它放在美中经贸关系的大背景中来考虑 经贸关系非常非常有挑战性 需要我们全面关注 是在接下来的沟通中提及 还是另有考虑耐人寻味 还必须提到的是 戴琪的工作环境 他上任已经71天 如果再不和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 来点实质性的业务沟通 这样的业绩很难令拜登满意 同时 对华政策滋事体大 绝非贸易官员可以单独行事 因此 拜登团队也使尽了 美国建制派的各种教科书上的招式 来为中美沟通创造氛围 尽量配合戴琪的工作 因此 我们看到 美俄元首 还有20天就要在日内瓦会晤 我们还看到 就在这通电话之前几个小时 美国总统拜登还发声明 要求美国情报单位90天内 完成新冠病毒起源报告 并对新冠病毒究竟是源自于动物 或实验室外泄 作出结论 针对拜登下令情报机构 限期提交病毒溯源报告 5月27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 中国实验室泄漏论是极不可能的结论 美方根本不在乎事实和真相 也没有兴趣进行严肃的科学溯源 而是想借疫情搞污名化和政治操弄 甩锅推责 这是对科学的不尊重 对人民生命的不负责 更是对全球团结抗疫努力的破坏 赵立坚质疑称 德特里克堡基地疑云重重 美国还有200多个生物实验室散布全球 这里边究竟藏着多少秘密 2019年7月 弗吉尼亚州北部出现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 维斯康星州大规模爆发电子烟疾病 这又有什么隐情 美方何时向国际社会公布相关病例的详细数据和信息 美方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赵立坚指出 美方口口声声要中国参与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 那就请美方也能像中国一样 本着科学的态度 立即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研究合作 对美国进行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 充分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 更好地应对未来突发卫生事件 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中美两位重要的技术官僚通话前 美方极尽能事制造杂音 来试图营造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 与中国对话的氛围 这实在是原木求鱼这个成语 在21世纪的最新注脚 但中国人还是那句老话 有话好好说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